公司康公益互聯網公司 尤其是個平台公司 你們有沒有興趣買這個股票 FII就像是招財小經濟 讓郭董生家飆升千億 也讓其他企業心癢癢 包括三家上市公司 十二家上櫃公司的子公司 等十六家台資企業 都想申請中國A股掛牌 而中國大陸磁吸效應再擴大 包括榮辰 南橋和珍鼎的子公司 董事會已經通過要去中國上市 認為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FII基本上 它是因為在中國布局很久 第二個 它是屬於獨角鬥企業 它的資金的size夠大 不具有這樣的條件的話 你要掛牌的速度 大概至少要等個兩年三年才有機會 不過外界還是關心郭董想跨足半導體市場 幾家設備廠金鼎董事長劉應光 也表示今年半導體展望人正向樂觀 而先前鴻海集團華漢投資樊宣 目標是形成良性互補 並配合鴻海集團發展半導體的策略 擔心能夠做那麼大 主要就是在晶片這一塊 他們有自己的一個生產跟他們的一個製造能力 那我想鴻海他想要發展到更大的產業規模的話 在晶片這一塊半導體的需求 他要做出他自己的東西 應該是有提來有事的一個道理 除了西進浪潮南黨另一頭也有立委點出 因為像是證交所民股比重就達56.92% 而其交所更是接近九成 超額獲利是否要回饋給小股民呢 不過期貨上的這個獲利 不單純在這個相關提交所的這個手續問題 還有一些主要還有稅 當然希望透過比如說全城 全城全城的這些交易的這個稅值再進一步 監管會主委顧立雄 承諾會檢討手續費的合理性 就判三大莊家行行好 適度回饋提振台股信心 董神山新聞 林莊不祥 台北報導